大家好,我是Suega Yumi Da 我們現在要去紀州島西州島 我們現在已經進來機場裡面了 就是剛剛檢查的時候其實蠻快的 就是好像隨便亂撿,然後結果我的水還帶進來 我覺得蠻奇妙的 那我們就準備到飛機囉 我們上飛機了 然後就是可以看到我們的機票啊 就是這邊有寫青州然後到紀州 就是這個機票啊看起來很像一張公車票而已 那因為這邊有名字的部分我就把它遮起來 對,然後我們就是在那個青州 就是如果以台灣的地點來講的話 大概是在台中的位置 然後飛往紀州島 那差不多就是屏東再外海一點這樣子 對,那我跟那個就是大田的 我們哈館的老師們一起去 好,對,然後大家剛剛應該可以看到那個 上飛機的時候是走那個 就是直接走上飛機的那種,不是走空橋 對,這是我人生第二次 不是走空橋,進入飛機 那上一次的話,好像是在中國搭飛機的樣子 不用忘記了 OK,我們剛剛從飛到洛 總共花了46分鐘的時間 非常的快 對,那再加上那個起降的滑行 大概就是一個小時 OK,我們現在到了 出去吧 OK,第一站 這是哪裡呢? 租車場,沒錯 我們要先租車才有辦法去到處跑 因為紀州島並不是一個很小的島 這裡如果繞一圈的話可能要三四個小時 對,所以我們先來租車 OK,租車完成,出發 不知道這邊是哪裡 我們就是暫時停在這邊 然後就是吃一下東西 在後面那邊 對,我們會在那邊 就是簡單買個東西吃 然後大家看一下這邊的風景 中間又停了一站 就是我也不知道這裡是哪個海域 那因為這邊非常漂亮 所以我們就先在這裡停一下 然後在這裡拍個照 對,可能這一段不是太重要 OK,我們真正的第一站到了 就是東門市場 那在紀州島就是 其實最有名的東西 就是他們那個石頭 對,就是有一個很像那個 復活島石像的那個石頭 就是 他們這邊就是很多這個東西 然後 就是紀念品啊 都是賣這些 很多石頭 OK,現在在一個 就是賣海鮮啊 然後那個 肉啊 食品區 對 然後我覺得這裡很像 我家樓下 永和市場 對 很像我家的地下室 就是這個畫面 只是這邊是寫行為 我們現在在製酒島 我跟你講真的超扯的 一盤一萬塊 然後我們現在 他剛剛自己說 我們問他三盤 然後三盤就說 兩萬塊 然後剛剛就是 他好像很想吃 然後就再問一下 那四盤呢 四盤兩萬五 這超扯的 一盤一萬 然後四盤兩萬五 不是,啥意思 真的便宜到一個爆炸 然後他還直接給這個袋子 我覺得超屌的 因為好像是說 因為這是那個 海鮮 就是那個新鮮的嘛 所以他裡面有那個 裝一點冰塊 然後讓你們保冰這樣子 所以這個袋子 就是直接附贈一起送的 超便宜 好扯啊 超便宜 好扯啊 現在是我們真正的第二站 就是 超便宜 超便宜 好扯啊 現在是我們真正的第二站 要買一些餅乾 還有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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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買燒酒 提酒 提酒 是只有製造島才有的燒酒 終於到了我們的宿舍 對然後一進門就是這樣 那因為我們剛剛其實進來就是大家開始整理東西有點亂 對然後這個是第一個房間 對那他的東西都沒有他的東西在這裡 床的話他是可以鋪三張 廁所 OK 廚房 然後這個是 兩位 大雙人床 廁所 就是算是一個主 然後客廳 還有最重要的陽台 陽台出來了 哇非常的 漂亮的夜景 好那這就是我們 睡在這邊的房間 對 那我可能睡大巴 我也不知道 怎麼會不會 早安第二天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去 Sopping 衝浪 Yeah 好 好 那我們就海邊見 衝浪了 yo 剛才衝完浪然後因為都在衝浪的過程中 然後我們的手機大家就直接發現我們跟那個租借版的那個人的車上 對 所以我們就其實也沒有拿出來去錄一些影片 然後我們現在沖完浪這邊除了海邊之外 就是非常漂亮的這個餐廳在這邊 那大家可以聽到就是有一點音樂 那這個餐廳呢我覺得就是它非常的漂亮 然後就是非常的有氣氛 對 然後這邊再畫過一道彩虹那應該會更美 那室內的話我剛看一下它裡面有射飛鏢在這邊 對 然後還有撞球在這邊 對 還有這裡就是我們室外區非常的悠閒的坐在那邊曬陽光 好的 又來到另外一家咖啡廳 就是我們剛才去那個衝浪嘛 那衝完了之後它旁邊有的那一家咖啡廳我們沒有在那邊吃飯 我們回去室舍吃完了飯之後 我們現在來另外一家咖啡廳 然後欣賞風景聊個天 這樣子我們就是簡單的行程度過完今天 這裡真的非常的漂亮 而且看一下我身後的風景是不是非常的棒 而且這家咖啡廳有沒有 它的建築模式風格都是非常的 你知道 所以我們在這邊我覺得這個氣氛是非常的好 對 那剛剛有看到這邊的海邊風景 然後我們在這邊聊天 氣氛是不是真的很棒 你看不管是你要躺著觀海 還是直接面向海 坐在這邊聊天 看海喝咖啡 烤肉趴耶 是我們昨天去菜市場買的那些肉 然後就是我們今天的烤肉趴耶 那我們就是野菜剛開始 對 我們已經烤好了一盤 所以現在已經可以再吃了 那剛剛生火的時候是老闆在這邊 幫我們生這個火 那如果火太大的話 他直接用這個蓋子直接蓋下去 然後順便就可以 把那個肉直接燜在裡面 這樣子就非常快的就熟了 我是第一次見到這一招啊 然後再吃一招一招